这是1600新经济的时间来关注 美国联准会如外界预期的宣布升息三马 不过主席鲍尔却表示不会停止升息 并且提醒利率的最终水准 可能比目前预期的还要高 此话一出是不是让美股的涨幅全部又吐回去了呢 更多讯息再交给主播舒海 好 确实是如此 这样子的一个结果最后就是让股市吞下了归零高 所有涨幅全部又再度归零了 这已经是联准会第四次的升息三马的一个决议了 最后基准利率落在了3.75%到4% 这样一个水平是从2008年的元月份 到现在最高的一个水平了 而且呢 鲍尔的这番谈话让这个市场 其实是相当恐慌的 因为呢 他先是表示可能会在12月份 来放缓整个升息的脚步 可能就会变成升息两马 但是呢 最后他又说 终端利率的水准会高于原本的一个预期 也就是说他认为现在呢 最主要的到底是最后我们这个货币紧缩的政策 到底要延续到什么时候 恐怕才是重点 所以他也表示现在考虑暂停升息 真的还太早了 还有很大的一段路要来去走 那我们也看到呢 美股当然呢 就是被这样子鸽派带阴的一个说法 真的是有点吓到了 在尾盘的时候杀声隆隆 在倒虫指数的部分是走跌505点 那萨克指数来到366点的一个跌幅 还有这个标普呢 是走跌了96点的一个情况 那受到美股这样子收黑的一个情形 其台股的部分 今天当然也是走跌的 今天是走跌了113点 收在了12986点 而现在也分析出这个投资人 三大的隐忧在这边 第一个就是通膨的问题 现在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压得下来 再来就是政治风险逐渐的升高 以及现在还不只是这个升息的一个影响 恐怕要面临的会是全球的一个经济衰退 再来看工业院产科国际所的分析 未来三年全球将新建41座的晶圆厂 其中美国最多有9座 那么在半导体产业走向区域化之下 台厂面临的地缘政治 还有碳足迹的考验 再请舒涵带我们来了解 好确实是这样子 这个数量真的非常惊人 到底有多少的这个晶圆厂正在计划要来新建 这三年之内将会建41座 这个数量等于全台目前12寸厂的一个总量 美国9座最多了 包括台积电三星英特尔的部分 但是我们也知道晶圆厂的制作 其实非常的耗能 这接下来带来的就是一连串的问题 高耗电高碳排 以及这么多的厂区一次来新建 可能未来会有供需生核的问题 以及地缘政治风险 从今天反而我们看到 半导体产业走向区域化了 所以大厂旗下已经降低了 对非美系业者的一个依赖度 那台湾的部分呢 现在当然像是台积电 恐怕就是选边站嘛 那这个市场上面呢 可能也会受到一些冲击 那日本的经济大臣呢 其实呢 现在也对这些有一点表示 因为美中的对峙 现在恐怕是要拉帮结派了 那么日本的部分会不会一起来参与呢 现在呢他是认为 日本会严拟跟这个 对中国来寄出这个晶片令 现在还在跟美方进行沟通 会邀请国内业者来参与公听会 不过对于到底会寄出哪些政策 目前日方还没有明确的说明 野村政权则是市井说 iPhone出货将从本季开始连三季的衰退 另外近期呢 也掌握到说 苹果正在异常增加 一般型的i14的生产订单 猜测说苹果正准备破天荒的降价促销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再请苏翰告诉 好 确实哦 这个恐怕还是跟所谓去化库存的问题 是比较相关联的 我们就来看到受到外在环境不佳 终端需求疲弱影响之下 现在这样野村证券的一个报告 就表示iPhone下半年出货量 已经下修了8.3% 来到了8250万支这样的一个数量 而且呢预计第四季 明年第一季 明年第二季那都会是走跌的一个情形 在这个情况之下 他还观察到一点就是 一般型的iPhone14异常的增加生产 主要呢就是为了要消化 所谓iPhone i14这个plus的一个减产之后 所释出的一些零组件 而且还可能是破天荒 要来祭出这个促销来做准备 所以iPhone14呢 才会开始提高它的一个产量 预计呢这个破天荒降价也许会出现 那业界人士就表示i14还有这个iPhone14plus推出之后 它的出货的动能其实是偏弱的 所以在库存方面确实呢会有一个降价空间存在 再来就是i14pro的因为非常受到欢迎 所以呢在pro的部分应该是不太可能会降价 反而有可能会追加订单 那苹果的供应链当然就会受到影响 主要生产比较高阶的红海的部分 当然是不会受到影响 所以评价还是非常的好 但是核数的部分呢可能呢就会受到波及了 另外我们看到像是大力光啦 吻帽啦还有玉金光啦 也有可能会受到相关的影响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财经重点提供给您 今天的新经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